第三千二百零五集 你怎么知道 邱若长大致已惊 退后了一步道 难道以前断剑 这经典的线索 你都能逆推出所有因果 看穿我祖先的身份来历 原来你是乌鸦神尊的后人 夜晨目光一尘 将断剑还给邱若长 邱若长心中震撼 看着夜晨高深莫测的模样 只觉得不可思议 夜晨的天机洞察手段 显然是超凡绝俗 单靠一点点古老的线索气息 都能看穿了所有画面 简直是逆天 这一下夜晨看出来了 原来邱若长居然是 乌鸦神尊的后人 而乌鸦神尊正是十二神尊之一 当年奉太上天女的命令 来横骨玉攻击横骨圣地 想阻止横骨圣地飞升 太上世界是一个极其封闭的世界 万须神殿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禁止任何外人的飞升 除非先向万须跪下 臣服当狗 确保没有任何威胁 才有被接纳的机会 但当年横骨圣地飞升 却没有跪服万须的意思 所以万须发出了追杀令 太上天女也收到了追杀令 上面命令她去解决横骨圣地 不过 太上天女是堂堂正正的大人物 不想欺凌弱小 所以随便敷衍一下 并没有亲自动手 只派了手下一个仆人过去 这个仆人正是邱若昌的祖先 乌鸦神尊 在狱外 乌鸦神尊虽强 但在横骨圣地的面前 只是一只蝼蚁罢了 直接被杀死 太上天女也不在乎 反正敷衍过去就行了 死一个仆人 对她来说自然不算什么 夜晨从乌鸦神尊留下的断剑里 窥死到了昔日的种种画面 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真是天机奥秘 造化弄人啊 她哪里想到 自己帮小黄恢复创伤 居然都能和太上天女 搭上因果 实在是逃脱不掉的命数 夜晨是真的头皮发麻烂 太上天女的布局 真是无处不在 此等强大存在 以后真不知如何战胜 晨夜公子 那我祖先留下的秘籍 你能推演到吗 邱若常的声音将夜晨的思绪拉了回来 在震惊过后 邱若常就关心起乌鸦神尊的秘籍去向 当年乌鸦神尊刺杀横谷圣地失败 悲惨陨落 他的道法秘籍也留在了横谷欲 这无数岁月 邱若常家族屡屡派人探寻过 但始终没有结果 这一次邱家预料到会有贵人相助 所以再次派邱若常过来 而夜晨正是邱家预料的贵人 不过 邱若常并不知晓夜晨的身份 只是震惊夜晨手段的可怕 一节断剑就拟推出所有古老的画面 这洞川手段简直是无敌 你祖先留下的太上天崩道 埋在前面不远 但似乎早被人挖掘了 嗯 是燕长哥的弟子 七大圣徒里的巨门大帝 夜晨目光闪烁 天机迷雾一层层洞开 亏见到更浩瀚的画面 首先 夜晨洞悉了 乌鸦神尊留下的秘籍 叫太上天崩道 是太上三十六道之一 有大崩灭 大威压 大碾沙的霸道气象 而这门天崩道法的秘籍 却早就被人挖出来 并霸占修炼 现在占据天崩道法的人 正是燕长哥的弟子 巨门大帝 就在刚来的时候 夜晨就捕捉到燕长哥的线索 但并不知道具体的底细 但现在 有邱若常提供的线索 天机叠加 夜晨彻底洞察清楚 原来隐藏在横谷域深处的人 就是七大圣徒里的巨门大帝 这个巨门大帝 隐居在这里 也不知多少年了 他想干什么呢 夜晨心里嘀咕着 隐约感到有点不简单 看向秋若常道 秋姑娘 你跟我来 夜晨大步往前 准备去和巨门大帝谈谈 他不会允许一丝隐患发生 必须弄清楚所有因果 天机洞察之下 夜晨已经看到小黄的巨蛋 飞到了横谷域最深处 疯狂吞噬着这里的灵气 不断滋养着本源 现在小黄的巨蛋 到了恢复本源 或可重生的关键时刻 不能被任何人打扰 这个巨门大帝是一个隐患 自然要处理 秋若常一脸崇拜地望着夜晨 夜晨的修为 虽然只有乾坤镜五层天 但语气举止之间 有一种主宰一切的霸气 让他也是无比折服 单纯是夜晨的天机洞察手段 就足以让秋若常仰望了 完全不能相比 当下秋若常紧紧地跟着夜晨 往前走去 周围的雷电风暴还在肆虐 瘴气在沙漠里弥漫 冲击非常大 但这一刻秋若常却是咬破指尖 不惜耗费自己的血气 壮大更金前缘珠的守护光芒 一并保护着夜晨 让夜晨不要受冲击 多谢 夜晨微微一笑 收起了荒漠天剑 有秋若常的保护 他就不用浪费灵气了 节省了很多麻烦 秋若常道 没事 夜晨 血龙 秋若常三人 结伴走到横谷域中央 这里横跟着一片山脉 不知连绵多少万里 进发的波动在这里止息了 似乎有一股庞大的力量 抗衡着古老的进发 山脉之中 山水环境清秀 和外界一般无异 但在这片山脉外面 却依然是雷电风暴肆虐的画面 非常之诡异 显然 这片山脉 有一尊大人物镇守 挡住了横骨进发的冲击 陈夜公子 巨门大帝就在这里吗 秋若常催动着 更金千元珠 我有点紧张 如果堂堂正正的对决 他足足有 还真进五层天的修为 不畏惧任何人 但是巨门大帝是上古心魔圣徒 说不定掌握着心魔神通 一旦心魔宝杀出来 恐怕难以抵挡 所以秋若常自然是紧张 只怕会遭到心魔袭杀 现在乌鸦神尊的道法秘籍 已经被巨门大帝占据 想要夺回 除非先解决巨门大帝 巨门大帝 朋友来访何不现身相见 夜晨环室四周 声音朗朗传出 虽然以前 夜晨也没见过巨门大帝 但是夜晨和贪狼大帝是朋友 而且在魔魂神宫 也曾饶过五居大帝一命 和七大圣徒渊源不浅 可以结一分善缘 夜晨话音落下 四面山脉就隆隆震荡起来 一尊威猛壮硕 威鹅高大的声音 从虚空里大步踏出 这是一个相貌堂堂的大汉 背负着巨剑 眼神唇厚清澈 有上古圣徒的虔诚和信仰 意志极其坚定 轮回之主 你怎么会来这里 巨门大帝凝视着夜晨 他从夜晨身上 看到了贪狼大帝 无取大帝的因果 天机洞察之下 却也获悉了夜晨的身份 他们七大圣徒 在上古时代 同气连之 只要天机一贯穿 就能共享所有情报信息 所以夜晨的身份 是瞒不住他的 轮回之主 你就是轮回之主 邱若长恶然地看着夜晨 顿时炸了 仿佛遭遇晴天霹雳 完全没想到 原来夜晨居然就是轮回之主 要知道 轮回之主可是 太上天女点名要培养的人物 乌鸦神尊的存在 也要相助夜晨 邱若长是乌鸦神尊的后人 他家族的一大使命 就是帮太上天女养猪 现在家族和太上天女的目标人物 就在自己眼前 邱若长自然是无比震惊 震撼地说不出话了 我应该早点猜到的 邱若长深吸了一口气 胸脯起伏 这世间推演手段这么厉害的 除了传说中的轮回之主 还能有谁呢 传说中的轮回血脉 凌驾诸天 对推演占卜的神通 也有增益作用 所以夜晨的推演神通 异常强大 远超旁人 归根到底 还是轮回血脉的强大 夜晨微微一笑 目光看着巨门大帝道 我来问你 哪一样东西 巨门大帝道 乌鸦神尊的天崩道法 夜晨点点头 指了指秋若长道 正是 那门道法 是这位姑娘的祖传之物 还行阁下归还 巨门大帝呵呵一笑道 抱歉 乌鸦神尊是上位者的走狗 他的东西我已经收缴 谁也别想夺回 昔日 燕长哥被上位者诛杀 所以巨门大帝也恨透了上位者 而乌鸦神尊 正是上位者的普从 巨门大帝自然不会有任何妥协的道理 看到巨门大帝这般态度 秋若长脸色一变 喝道 你说什么 巨门大帝的实力 足足达到还真境五层天 和秋若长一样 如果真打起来 秋若长未必是敌手 但现在巨门大帝侮辱乌鸦神尊 说后者是太上走狗 秋若长自然很是愤怒 拔出腰间佩剑 就像一战 巨门大帝冷冷一笑道 难道不是吗 好好的人不当 非要跪在上位者的面前 不是走狗是什么 你那祖先乌鸦神尊 明知自己不是横骨圣地的敌手 但却不敢违背 太上天女的命令 硬着头皮都要来送死 说她是狗已经抬举她了 我看她只是一条 畏畏缩缩的蛆虫 这番话说的是异常刺耳 秋若长听到 当场气得蹊跷声烟 怒喝道 听给我闭嘴 一切心魔力图 你也配评论我祖先 话音落下 秋若长一箭狂刺而出 浩瀚璀璨的剑光如烈日般爆发 狠狠刺向巨门大帝的心脏 雕虫小技 巨门大帝冷哼一声 也拔出身后的巨剑 当了一声 轻松挡开秋若长的长剑 左手在猛烈一拳 轰破重重虚空 无数黑洞漩涡都跟着爆发了出来 一拳杀向秋若长的脑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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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